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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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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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的不多 对 很少见 因为 菊八瓶四 红芳 平气仅仅 肯定不能让黑芳这么容易的就吃过了 天一跟我们说说菊八瓶三吃 对 然后吃橡是什么 菊八瓶三这个变化呢 其实从可能最早可能五六十年代就有出现过 那当时红芳主要的硬法是走平气瓶六 七橡 七橡的话应该说变化比较尖锐 走到这是不是橡就必须得吃了 其实也不一定 不一定啊 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演变来说呢 其实现在黑芳走马二进三也是可以考虑 那他马八进九跳 马二进三 你如果马八进九 他是平炮还是跳 平炮感觉好像有点呆板 对 你平炮我再马三进二就上 这样呢 黑芳可能走足一进一 这样呢 就是他下部居一进三 抓兵 你居一进一我就居一进三 你居一瓶六 我可能补个试 将来呢 对七足或者马三进二 这样他九路居不好除是吗 对 这样的话其实 因为你这个冰虽然说过河 但是被黑芳心肚的咬住了 对 你这个九路居九进一出呢 又有点担心将来流向 这样黑的籽还是蛮快的 对 其实黑芳从布局的角度呢 他是可以满意的 OK 现在都流行不吃相了 如果吃相呢 变化可能会 被盖住了 格外的尖锐了 吃相之后破八平七 他肯定会有盖住 这个居不会圈死的 这个就怎么说呢 他会不会将来什么 将来就是可能黑芳 比如说飞相 红芳可能就马三退五 马三退五 他退居 退居 我再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 再计算变二 连强几步先手 是计算变二吧 这个变化出现的比较少了 应该说感觉上 还是红芳更为主动一些 黑的居走的太多了 所以黑芳来说呢 可能不太情愿做这种 把棋居导入这种 相对比较难以把控的变化 就明白了 所以这个像棋居方们 能不能吃您自己决断吧 当然除了冰棋居六之外呢 我觉得红芳还有一路 比较可能考虑的走法 就是泡五平四 泡五平四啊 泡五平四的话 这是一个思路 对 其实如果想求稳的话呢 其实在职业棋手之前的对军 也出现过很多次 他会不会什么都不吃飞个相呢 你如果吃冰 当然你不吃 比如你飞相的话 早晚点吃 对 你早晚也得吃 那就吃了吧 你吃了呢 我向西进五 拿着正马一会跳起来 对 待会马八平七 泡二平三不让他跳 泡二平三的话 我也不怕 我可能就正常 比如说马三进四 鞠一进一 鞠一平六 这个马将来囤到边上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危险 因为你也别扭了 而且马三进四这个位置 应该说是非常舒服 如果红芳跳起来之后 黑方呢 这个棋有人下过吗 这样其实更多的黑方 是走泡二平五 泡五平四之后泡二平五 就是哪个都不吃嘛 对 然后你飞七项 我不用鞠吃 然后准备用马去吃 这样快了 对 你冰七平八嘛 我再马一退三 再踩 那他没有泡八进五吗 怎么泡八进五 你跳马的时候 跳马泡八进五 打架 打架 对 这被别住了 对 这样的话呢 这个冰呢 红芳肯定是放弃了 但红芳可以马八进七 再马三进四 就是红芳能保证 样子非常的正好 对 还是保持一个烧战先手 鞠虽然慢点 但是马非常舒服 对 所以泡五平四之后呢 其实黑方也比较难先起步了 好 当然在实战当中 孟晨就下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少见的变化 对 他飞向 他飞向 他先不过来坐 看你动不动 对 如果你不动的话 他将来有可能跳马来坐 对 他还是想使马吃 这样红的先保住像是这一次吧 南方实战是走了马八进九 他又更好 当然在后来出现的对局中 也有走向七进九的 向七进九将来马八进六 争取G9平七争出来 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思路 怪吗 嗯 我觉得 因为马八进九相对来说呢 有点呆呆 对 目的性 目的比较直接 但是好像 就这块有点 不够灵巧 不够灵巧 对 现在高手们都喜欢把棋局走拧了 然后变成灵巧了 是吗 就还是 后来发展会好 在布局的阶段 还是尽可能的去 争取子力出动更高的效率 OK 就是眼光放的远一点 对 别拘泥现在 对 拘泥于这个 可能位置看起来 比较舒服或者安全 对 我们业余齐迷 还是 还是现在停留在 我们先把自己走稳了 然后慢慢慢慢 在研究的基础上 多一点这个思路也好 其实也是经过这几年吧 就是 众多职业骑手 共同的这个努力吧 因为我们对象棋的理解 应该说也是 那都是飞跃了 对 比以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对 不是一点点的问题了 包括现在很多高科技啊 这个导入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思路 创新的机会会多了好多 我们看实战 黑方走的是足七进一吗 足七进一 嗯 对 对兵 这样只有吃了 先合同这个七路嘛 嗯 太吃了 就这样拘八平七 长拘了吧 拘一进一 还是想掩护这个七路兵 对 你如果跳马的话呢 我就拘一平七过来保住 对 就生保住 反正我在哪儿 你吃我也挺费劲的 对 然后黑方是走拘七平三 对 拘七平三 站住 这只有跑了 这不能被眼睁上吃了 黑方走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踩兵 对 这不能看上是吧 拘一平六 其实 因为你这个兵将来 估计总是要吃这种兵 对对对对 你拘一平六将来以后也要吃 对对对对 所以拘一平六将来以后也要吃 所以拘一平就吃了 黑方马二进三 嗯 他走的拘九 拘九进一 拘九进一 这块的形式是个大体上 你怎么看呢 比较焦灼 双方已经打起来了 这叫开战了吧 对 这个棋应该说 红方 因为先吃了两个兵 而且这个兵呢咬住中向 嗯 自己的阵型也没有太大的破绽 而且将来还有队居什么的 对 还是略有一些先手吧 要是你你愿意下红的这个棋 嗯 其实双方都能接受 黑方从这个挑起战火的角度 嗯 也是我觉得 起到了一个这个 就是快 打乱红方这个布局部署 OK 战略性的成功 然后把棋局对引入到 这一个相对陌生的局面 这么一个战略意图 那可能是不是孟辰觉得 他更老道一点 嗯 对我感觉这盘棋 从双方对局时候的心态来说呢 可能黑方争胜的欲望 要更强一些 OK 那黑方实战应该是走了 马六金四 马六金四 踢兵 这样红旗也只有坏下 对这个兵肯定不可能 白白丢掉 不能再跑了 对啊 所以就兵武进一直线 嗯 这样他打了 这样红旗 红旗 红旗居于9平7 对 1队 对 这个不可能对啊 对这个对掉的话 太损了 对红旗的威胁就小很多 对太损了 所以走局3平7让开 嗯 这样他局7进3吃了哈 局7进3 这也实在必行了 对 捉马 黑方走 局1平2 这个不会换的 这个要是换了肯定也亏了哈 红旗实战应该是走了交换 我说我说黑的不会去踩这个换 踩掉其实也可以 他局1平2 其实还是想给红旗增加选择的机会 哦 又来了 你如果让开 他这个炮还是要踩 但是呢 你的炮我先出了一步拘 但是像实战来说呢 就是你有可能就把马吃了现在 对 因为我们来看这个7你如果先踩的话 这样 这样而且 这个吧 飞了 对像三进五飞 这样你在出的时候他可能跑8平7了 局1平2呢 其实红方也不一定啊 跑8平7当然也可以 但是刚才你马在这的时候应该不会跑8平6 那倒是 对 而且呢就是 8平6也可以 8平7 8平6应该都可以 这样也挺稳的 但是这样的好处就是黑方把中炮留下了 对 黑方有一个中炮 然后表面上看呢 就是我们先回到实战吧 因为基本上是这个可以输出同归 黑方出狙 红方 他吃了 实战是吃 但我感觉这个鞋呢 还是应该走8平6 保留让他踩 对 容易控制这个局面的主动 你说不交换 不让他去最后卡在这里来 对 因为交换之后很明显就会发现这个 红方这个 就黑的子更快了 对 一个是 只能保留双马 因为你这个马炮交换之后 这个中炮将来肯定是交换掉了 而且你这个底向是 基本上是 对方的这个囊中之物 那他会不会有炮打过来的可能性啊 没有啊 现在的话 所以目前这个局面 黑方肯定是要吃炮 对吧 不能炮打过来是吧 炮打过来我就 飞掉就行了 飞掉之后你再踩像吗 飞掉之后你再踩像吗 我不会踩像了 你不可能马三进五脸上是吧 对 我马三进五脸上是吧 对 我就这么想的 我们简单看一下 马三进五 那实际上这个鞋 我就身往上摆呗 下招我也卡 但你没有这个卡住机盒 我可能就马九进七出来了 那我会不会再来一个 你平靠 将来红方马七五 这步骑黑方受不了 换不换都很尴尬 这样跳上来 不是 这样采鞠的话 一个是采鞠另外 把你这两个马都卡住了 卡住之后 将来我还有一个 将来实际成熟的卧槽 这样的话 红方多兵多向 而且 马没脚 对 你这两个马实际上位置 表面上看连在这里 但实际上 实际上都被守死了 将来有可能遭到 红方的威胁 他把马跳上来了 对 这个马九进七这个位置非常舒服 挺讨厌的 正好有个马七五的先行 换九平五也换不起 换了小兵和小象 对 我就强行马七五上 而且这俩马确实被搬住 哎呦 确实被搬住了 对 所以说 黑方正常来说 还是要用马吃 嗯 吃了他就飞 马吃了他就飞 像三进五飞掉 这样红的也挺好 对 如果想遏制 红方马九进七呢 黑方就得拘二进七 先点 然后红方再不断 14进五 对 这样他再跳 其实这个局面 我想有可能 也有所预料 就这么小 但他觉得可能 这样 鞠二进七抓完再不是 好像 一个把自己的鞠路挡住了 另外一个呢 可能自己子力表面上看 有点处于受制的 这么一个状况 就是这样比较开扬了 双方都可下 对 然后比如说 黑方走鞠七接二 压住 还能打 那我会不会 鞠平四出来 其实这个局面 我愿意下红的 对 你说的没错 其实这个棋 结实 事后分析来说 红方这个棋 优势已经不小了 对 我觉得挺结实的 哪都穿不过我 因为现在黑方 还少个像 对 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少一个像 下一步 红方这个鞠四进七 对啊 点进来就很厉害 是啊 对 我觉得红的挺结实的 黑的不一定的 但红方实战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应该给黑棋 保留换炮的 对 如果从棋局本身 客观来分析的话 或者说想继续纠缠的话 我觉得红方应该走 跑八平六 但他实战走了 G七平六 可能呢就导致呢 局面就没有那么多 纠缠的机会 他给吃了是吧 他G二进七给吃了是吧 对 然后G二进七吃掉 我们停在这个局面下面 这个局面呢 双方交换完之后呢 各有各的好啊 各有各的可发展的空间 我们给其美朋友一会儿时间 让其美朋友们稍微看一下 广告之后 我们稍后回来 其美朋友们欢迎回来 齐局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呢 双方呢进入了一个交换 交换之后呢 应该说短兵相接 齐的子力的效率也非常高 我们看看这个齐局之后是怎么发展的 然后实战 红方应该是选择了炮五进五打掉 这打是必须的吗 当然我觉得先走马三进四 基本上也可以 也差不多 对 速度同归 是吧 他也是要吃相的 但是打掉呢 黑棋是不是 飞掉 这个棋红金有没有马三进二的可能性 我当时再看 马三进二 对方肯定也是吃相 也是吃相 因为马二进四这个位置 你挑不进来 但是我会觉得G没有那么别了 对 他马三进四 我想他设计可能 不管是进四还是进二吧 他其实主要都是准备下一个G六平五 但是后来那个计划走假了 对 因为毕竟黑方缺个相 那红方现在肯定也不情愿 白白丢掉底下 他肯定是希望能有所补偿 我是想他如果跳到这儿 是不是G可以从类上出来 G一平四出来 黑方将来补一个主要是你这个 边兵也有问题 对 边兵被瞄住 那就是各有利弊 对 现在这样和黑方吃相 它是必吃的 对 这个也是必吃的 红方G六平五 也是在计划内吧 应该说 对 马三进四 对 这不起也好起 把这个中向护住 红旗估计忽略的也是这个地方 G五金一了 对 G五金一 正常黑方有G二平六 他没有看到这个黑方连续的手段 来解决这个中向的问题 对 这样的话 红方肯定不愿意补试 补试的话他吃马 对 马四退伍 对 那就马四退伍回来 马四退伍回来 黑方 这好有起退伍 对 避免丢子 他也只有G七退伍 这一步起 红方并五金一 我估计这个G七退伍他没看到 但其实从这个局面来说 红方也没有落入下风 你觉得这样双方还差不多 中国有这么一个转换 因为交换完 黑方虽然说保留巨马炮 双方都缺一个向 但红方这个子力 基本上都还在一个 挺结实的 对 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 这个中马其实作为防守来说 还是比较有利的 而且多一个中兵 这样双方这一段的交接 还是比较官子性的下法 对 基本上都是一个 没有其他的选择 而且这么一个短兵相约之后 但是从当时邻居双方 骑手的情绪来说 我觉得可能 有点此消彼长的这个味道 有可能红方会判断 自己的局势不太有利了 因为前一段黑方 这个战术手段 确实比较精彩 对 而且子力也都压上去了 红方这个子力好像 有些受制的味道 有点被动防守 所以下一盘棋多难 下一盘棋不光是技术上的问题 还有心理上的波动 全都得考虑到 真的挺难的 对 尤其 你如果一旦 心理压力过大的话 你会可能 变形 逐步的对 有可能会 更有可能会犯错误 那我问你 你这么多年下棋来 有没有哪盘棋 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其实在很多关键的时候 都会面临心理波动 或者有心理压力 那你怎么调整的呢 我觉得更多的 还是需要把精神集中在 齐取本身 然后把这事给淡化 对 而且就是 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形式判断 我觉得应该是 下一盘棋 难度最大的一个部分 就是像现在这个局面来说 表面上看可能 我们事后分析 应该说双方形式差不多 但是从邻居者的角度 有可能 他可能会不自觉的 就有这种优势意识 或者说觉得自己形式不好 对 因为有可能 这棋局是从刚挺好的 然后到现在不好了 对 这个人的心理 就接受不了了 对 而且这个局面来说 它也是已经打破平衡了 就是说鸿方可能 物质上占一点便宜 但是从子力位置上 会吃亏 或者冰柱上 还是不太好 对 我们从棋手 或者从人的角度来说 很难去准确地判断好坏 对 特别的冷静的 跟师佛一样的 说冷静地看待这个 对 是很难 而且再加上就是快骑 其实如果一旦 产生心理波动的话 你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去恢复 对 很难调整 调整挺难的 所以好多棋手 能瞬间调整的 应该说也是高手 对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 优秀的棋手 一个必备的一个素质 然后实战的 黑方走向武兵3 飞向 红方马716 跳 黑方马4退5 把你这个将来马跳上来的 先钻住你的马路 先钻住你的马路 对 红方实战走马5进7 但是其实呢 其实这部棋 我觉得是 什么来动鞠啊 但是动鞠他会打边兵 但是动鞠他会打边兵 对 红棋当时之所以走马5进7 他首先不愿意动鞠 他没有太好走 动鞠的话他对 他有点担心鞭炮打过去之后 我觉得如果冷静一点的话 一个是可以考虑走马6退起 退回来 退回来 以退为止 准备马715 那他肯定再进来 你如果回来 你说不变了 我也可以再跳下来 看你怎么动 因为这个棋红方 你想争胜的话 其实也不是很现实 如果守核呢 应该说 那你还是说这棋红棋亏了吗 红棋 应该说没什么便宜 但是也谈不上多亏 没有那么大优势 对 没有优势可言 肯定是没有优势可言 甚至说从邻居者本身 可能觉得情势不好 都有可能 那这就是足的优势 弥补不了这鞠被牵着 主要是双马相对马炮来说 不太容易开燃 如果是这样下的话 其实黑方想进取 难度是不小 对啊 他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马辽金4 对 他会不会你退马的时候他 你退马你退鞠的话 我也可以马715先顶住 马715也挺讨厌的 对 而且踩下这个仙手 对啊 然后这马踢出去了一会儿 当然除此之外呢 鞠一平二也不是不可行 对啊 其实我觉得应该出去 对 但是他这边边太不舍得了 其实你打掉之后 我就居二间抬下来抓一下 就给你陈底降 那我就降呗 你降完了我不是 我平啊 我就出来 实际上 好杀吗 因为这个红方这个居伤马 其实基本上是把 棋盘这个中心的位置都控制住 而且还能随时对居抢位置 对 而且其实黑方这个马 如果说你很难钻进去的话 实际上光屏狙炮 没法对红方造成有效的威胁 但是这边边还是有点不舍的 就这样下的话 应该说黑方也是有顾忌 他没法说完全放开手 双方可站 对 我觉得应该红方也可以下 OK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还是犯错误了 对马五进七表面上看也是在出紫 我觉得 也没有什么错误 对 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在被黑方这个马五进四 这个以退为进之后 就是马退回来又进去之后 这两个马的位置虽然说 发生了一些变化 刚才是这样连环 对 多走了两步 现在变成这样连环 表面上看多走了两步 子力往上走了 但实际上自己后方明显空虚 对 这像的问题马上就出来了 对 刚才马在中间可以掩护中路 现在跳下来被黑方别住之后 你这个马实际上你也跳不进来 像刚才现在黑方马马上就要居住退三 退三之后平居 我觉得还是红旗忽略了黑旗这个马五进四再回来 对 他主要是可能 走得快了 他觉得子力往上走是有力的 但实际上黑方跳进去之后他没有 他突然发现回不来的时候就惊着了 对很难客观地去判断这个 所以临场是这样 跳进去之后到底有多厉害 OK 这样 那这样面临黑方下部拘留退三的手段 红方也不能坐以待毙 所以就被迫走了一个拘一平六 拘一平六 但拘一平六之后 那黑方顺势拘留平五一将 对 这样就只能补四路式 十六进五炮酒精四直接就绝杀了 绝杀了 那黑方就挂脚了 黑方就已经可以开始开展自己的攻势了 对 瞬间秒空了这边 对 黑方炮酒平六一将 我们来欣赏一下黑棋这个比较连贯的一个拘马炮 然后马六退四 这样他双将 马六进八将 这样他将 拘四平五 然后局部平九 局部平九 我觉得这局部像个家庭作业 现在应该说 红方只能耳皮于硬 只有老师 对 当然红方我觉得应对的也是比较顽强 红方退四 不能退马也不行 马七退五吗 马四退三 马四退三不行 只能说我退四 马四退三就吃了 吃了是吧 就直接吃了 他挂脚将 这样将 这样电视 俱乐平斯电容 拘舊精英捉一阵 被破伤了 这样吃了 当时对 在看这盘棋的时候 感觉上红方是有点危险 但是通过这一段防守 倒也没有给黑方迅速破门的这个机会 但是你觉得这棋红棋 就是还能守得住吗 但我觉得确实从临场来说 红方压力应该说已经是巨大 对 我觉得这种下棋是这样的 那个劣势方就是压力特别大 老被弓 老是脑袋崩崩 然后稍微哪走的一个不好了 就马上出问题了 这就是比较容易犯错误 对的对的 优势方反而轻松一点 对 当然现在局面 索性 黑方缺个像 或者叫红方有中兵 就是不是单纯的被动防御 如果将来有机会 把子力运上来的话 还有这个 给黑方造成点威胁的这个可能性 那我们看看后面红旗还有没有机会 红方马716 黑方这个时候走的也是很 准确 炮流尖上先顶住 非常好走的 先等一步 因为现在黑方也没有迅速的这个破门的手段 他先顶住 反正你现在 他也不让你压住他一会出不来了 一会有机会 对 前面几个走都动不了 G呢受制 那现在 现在G4平3 我当时觉得这个 其实黑的走到这块 我觉得机会挺大的 对 黑方炮6平5 红方G3进4 G3进4吃 黑方走 炮5进1 嗯 其实现在黑方G9平5一将 实际上对红方的威胁会更大一些 如果从这个准确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初帅 我G5平6 马上就输了 绝杀啊 我下一个马六退4 对吧 叫啥 你进去我就把马牌吃了 你吃炮我退马 刀鞠了 对 抽鞠吗 你只有飞向 抽鞠 抽鞠了 抽鞠 马六退4再踩回来 你如果飞向呢 G5平7 交接 哦 你只有飞向 只有下五进3了 对 我再炮五进1 这样白走了 对 这样的话我G降度这条线 对 将来呢 肯定更有力了 更为有力 你上帅我马六退8 这个当然后边变化比较多了 这个 但是肯定是这两步走白走肯定是有力的 对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下面花一些时间去研究 嗯 炮五进1 实战走炮五进1 当然也可行 下部马上要马六退4 嗯 红方呢 只有帅五进1 先守一步 黑方走马六进8 才是 对 跳进去 这样红旗怎么守啊 帅五退1 帅五退1 嗯 黑方实战走G9平5 较僵 嗯 红方向 帅五平4 帅五平4 对 这样 从这个棋来说可能 它能变满 十五分你可能走马四退5 会 要安全一些 这样蠻强是吗 对 那他会不会G5平1先吃了 你如果吃冰的话 马五进7连出去啊 对 我 应该可以考虑马五进7 那将 你将我就坐起来 嗯 这样呢 我踩着你炮 哎 那他踩着你底事呢 踩着我就做出来 你也没有杀棋 就绕着圈跑 对 这样的话你居低了 相对来说呢 那我不先踩底事 我看看 这样没棋吗 所以这个棋 就是如果退马 我觉得可能会 他总得利用这马来防守 不能让人居把炮干杀老将 是吧 你出帅的话 黑方把握腿袭一将 你只有退马垫住 哦 这样都定住了 黑方居一将 这样进将了 对 然后居着平一持兵 这块挺连贯的 对 这个时候 红方实战走了马六进4 输了 就没有注意到黑方有这个 杀 一将 但是你出帅之后 黑方马七分五 应该说这个棋 借轿杀的机会 下一步踩市 聚三平四守不住了 聚三平四也能守 但是我把市踩了之后 应该说 踩了会怎么样 下场了 黑方 我就进去了 也是优势比较大 这样的话 黑方应该选择比较多吧 比如说 将来就跳一将之后 我再补一个 嗯 把你反成白痴了 不是 我点一将 这样就绝杀了 这样就绝杀了 对 那也不行 对 所以说这个棋 实战走马六进4 嗯 那确实黑方 这里正好有一个 对一将在马亲九 绝杀了 叫杀的手段 当然绝杀也没绝杀 也没绝杀 但是手不住了 马跳开 马跳开能去鞠砍马 但是你鞠丢了 对 但是你鞠丢了 等于形成一个 双马兵对鞠双兔 鞠双兵 那双兔太火了 对 那这个棋 红方又僵了几群 最后 对时也没法应对了 所以呢 就 被 应该说也是 无奈投资人父 对 那整个这盘棋 双方下的 还是后面挺精彩的 对 尤其是黑方 这对鞠马炮联弓 应该是 对我们很多爱好者 应该是 会起到一个启发的作用 对 其实我们下次再下 这个三子对三子的时候 可以参考这个 高手的这个 对局的这个进程 好 那今天的相亲事件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在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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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